特朗普說,重要時刻不能讓三樓領袖決定美國未來 歡迎收聽新視角《聽新聞》 前美國總統特朗普2月16日下午 罕見發表針對參議院少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的嚴厲聲明 並說在這個重要時刻不能讓三樓領導人決定美國的未來 特朗普的聲明是通過他的《拯救美國》 《超級行動委員會》發布的 他指責,麥康奈爾是共和黨是2020年參議院失利的原因 特朗普的聲明說,我們要的是出色、強大、有思想和有同情心的領導層 如果共和黨參議員要和麥康奈爾在一起,他們就不會再贏 特朗普的聲明是國會2月13日結束對他的二次彈劾審訊後幾天發出的 當時有7名共和黨參議員和所有50名民主黨參議員一起投票 判決特朗普煽動暴徒在1月6日攻擊國會 麥康奈爾雖然投票支持特朗普無罪 但他在投票後的講話中說,特朗普對這場致命的圍攻事件 附有實際和道德責任 麥康奈爾還留下了一個可能性,即即使特朗普被參議員無罪釋放 他也可能面臨民事或刑事指控 麥康奈爾當時說,毫無疑問,當時闖入這棟大廈的民眾 相信他們是按照特朗普總統的願望和指示行動 已經有民主黨眾議員2月16日據此對特朗普 以及特朗普的選舉辯護律師朱利安尼提出訴訟 麥康奈爾早在1月19日特朗普卸任前幾小時就公開斥責說 1月6日的國會暴動案都是因為特朗普挑動支持者 麥康奈爾以暴民稱呼闖入國會的示威者 強調他們是被特朗普灌輸了謊言 因為特朗普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堅稱存在大選不公平 國會山報2月16日報導說,麥康奈爾作為參議員少數黨領袖 他在彈劾結束時發言發出了一個明確訊號 他要將共和黨和特朗普徹底分開 以及在未來的選舉中保持競爭力 但是,雖然特朗普已經卸任 他在共和黨黨內仍然擁有強大的影響力 而且以致彈劾給予他更多的民間認同感 特朗普已經公開表態他沒有組建第三黨的計劃 他準備幫助共和黨在2022年贏回眾議院 另外,2月3日投下特朗普有序票的7名共和黨參議員 都面臨所在州共和黨黨內不同程度的譴責 認為他們沒有代表黨內民意 自身共和黨參議員萊恩約翰遜15日也公開表示 麥康奈爾對特朗普的尖銳評論 不代表多數共和黨參議員的觀點 特朗普在2月16日的聲明或者意味著 特朗普與共和黨建制派領袖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僵 又像麥康奈爾參議員那樣的政治領袖掌桌 共和黨再不可能受到尊重或強大 麥康奈爾致力於默守成規、維持現狀的政策 加上他缺乏政治洞察力、智慧、技巧和個性 令他迅速從多數黨領袖變成少數黨領袖 而且情況只會越來越差 民主黨人和查克舒默把麥康奈爾玩弄於股長之間 他們從來都沒有那麼舒服過 而且他們還想保持這種狀態 我們知道我們的美國優先議程是贏家 而不是麥康奈爾的華盛頓政治圈優先、議程 或是拜登的美國殿後 在2020年 我獲得了歷史上所有在任總統中最多的選票 接近7500萬張 也是現任眾議院共和黨人幾十年來首次獲勝 我們翻轉了15個職位 幾乎令南希佩洛西失去他的眾議長職位 共和黨在98個兩黨的州立法會中贏得至少59個 佔多數 而民主黨未能將一個立法會從紅翻藍 在麥康奈爾的參議院過去的兩個選舉州期內 我一手挽回了至少12個參議院席位 僅在2020年的州期中 就挽回超過8個席位 然後就出來了喬治亞州的災難 我們本應在這州贏得美國參議院的兩個席位 但麥康奈爾用600元美金去匹配民主黨開出的2000美金 經濟刺激支票 這個怎會起作用呢? 成了民主黨的主要廣告成為他們的大贏家 麥康奈爾將他自己 這個美國最不受歡迎的政客之一放入了廣告中 喬治亞州的很多共和黨選民投了民主黨的票 或者乾脆不投票 因為他們對自己的州長布萊恩·坎普 州務卿布拉德、拉芬斯·伯格 以及共和黨的無能 對這些人在2020年總統選舉期間 沒有盡職做好選舉誠信工作感到憤怒 在喬治亞州和其他搖擺州 這是一場徹底的選舉災難 麥康奈爾什麼都沒有做 也永遠不會做他需要做的事 來確保未來的公平和公正的選舉制度 他不具備這樣的能力 從來沒有也永遠不會 我唯一後悔的是 共和黨一方 這樣做是在嚴重傷害我們的國家 同樣 麥康奈爾在中國問題上也沒有任何公信力 因為他的家族持有大量的中國商業股份 他對這樣一個巨大的經濟和軍事威脅無所作為 麥康奈爾是一個沉悶、悶悶不樂、不苟言笑的政治黑客 如果共和黨參議員要和他在一起 他們就不能再贏 他永遠不會做需要做的事 也不會做對我們的國家有利的事 在必要和適當的情況下 我會背書那些支持讓美國再次強大和美國優先政策的主要參選者 我們需要卓越、強大、深思熟慮和富有同情心的領袖 在疫情前 我們創造了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和就業數據 同樣 新冠疫情後我們的經濟復甦也是世界上最好的 我們削減了稅收和法規 重建了軍隊 照顧我們的退伍軍人 實現了能源獨立 修建隔離場 阻止非法移民大量流入我們的國家等 但現在非法移民正在湧入 加拿大輸油管道項目被叫停 稅收會增加 我們將不再是能源獨立 這是我們國家的重要時刻 我們不能使用三流的領導人來決定我們的未來 今次的《紳士閣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